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 LPL在今天结束了两场比赛的争夺 LNG和V5两支战队都是以2-0的比分顺利取胜了 对阵的对手都是春季赛排名没那么高的 以观众视角来说,期待V5的成分高一些 因为V5今天是第一次打比赛 而且Rookie还缺阵了 想要看看V5现在是什么情况 结果Rookie不在,V5还是赢了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而在场外,Rookie选手也将会在近几天正式回归 Rookie选手休赛期回了韩国 因为父亲过世,在家照料 因此夏季赛的行程被耽误 无法按时赶上比赛 按照之前的说法 Rookie选手预计要缺席一半的夏季赛比赛 也就是说,至少得缺席个7-8场 之前TheShy也有类似的情况 是直接缺席了8场 那一次影响还是蛮大的 但Rookie这次有所不同 首先V5的配置相比于那一年的IG 还是要稍微强一些的 还有就是Rookie尽快的往回赶了 小玉在前几天的直播间已经告诉观众 Rookie很快就回来了 DuneB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 Rookie应该在7月初就可以开始打比赛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V5的损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而如果我们再来观察一下V5的赛程安排的话 就会发现 其实Rookie这次的缺席 也是得到了LPL官方的照顾 春季赛的时候 Rookie就是不能及时回到中国 会耽误一点时间 当时LPL就特意安排V5晚一点开赛 Rookie可以顺利赶上第一场 而夏季赛的这次 LPL官方是给V5安排了没那么困难的赛程 简单和大家说一下 V5在7月之前的赛程安排 第一场就是今天打TT 其实V5登场已经算晚的了 然后第二场V5打的是LGD 是在18日进行 隔了两天打第二场 之后分别对阵FPX RNG WE 这几场比赛之间的间隔 还都是二至三天左右 这几场比赛 只有打RNG的那场是很难的 其他都可以争取获胜 而到了7月份之后 V5第一场打AL 之后打RA 预计Rookie可以再打RA的这一场回归 即使这场不能回归 7月10日打EDG的那场 也一定会回归 前面这6到7场 V5的目标是只输一场 最多不超过两场 等Rookie回归 回归之后就是高强度魔鬼赛程 从打EDG开始 后面要打WBG LNG BLG JDG UP和TES等队伍 到时候是对V5真正的考验 与这些对手交战 Rookie都是在的 因此以大方向来说 Rookie的确得到了官方的照顾 生老病死之事 无可避免 关键是要早日走出来 为失去的亲人过豪 每一天 这个赛程之下 V5还是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的 关键看选手的个人状态保持得如何 今天V5打TT的比赛 个人认为他们的表现 是不能让粉丝 或者说观众满意的 第一场比赛 V5战队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 看起来并不像是一支强队 除了新人中单Dream之外 其他选手也在不断地出现各种失误 如果对手不是TT的话 V5可能就G了 相比于春季赛常规赛 那个可以稳定虐菜 赢下强强对话的V5来说 还差很多 心中单Dream明显不太适应赛场节奏 这个曾经拿下LDL赛区 MVP殊荣的选手 还需要一点适应时间才能证明自己 这七场比赛 Dream需要尽可能地展现自己的才华 即使等Rookie来了 自己进入替补席 转会期也会有队伍对他感兴趣 但如果Dream的表现一塌糊涂 可能等Rookie回来 他就直接回LDL了 其他选手表现也比较一般 需要调整好自身状态 打好前期 对阵TT的这一场 V5的前期很差 这是回去需要复盘的点 尽量减少失误率 然后重点打F联动 以Ritch或Footic为核心制定战术 争取拿下更多场次的胜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讨论 我会去挨个查看 感谢老爷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